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有做过他们主创的访问的翻译影片 看的人蛮多的 然后大家的回应都是非常激励非常棒 对 而且真的是我们很少一个影片发出去 然后这么多人转发 对 通常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边讲 然后大概就差不多一千多个人 然后这部片子大家真的是有帮忙在转发 所以真的是感谢大家把这个样子的声音传达出去 而且我发现大家也是特别对这个儿童的买卖的方面 大家看了之后都感觉心里很难过 对 没有人可以想象 就是有这么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在小孩的身上 对 你想想看以前的世代的时候 你那种卖妓女啊 然后各方面的你都觉得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太可怕 然后你在什么美国黑奴以前人口买卖啊 我们都觉得说这么糟糕的事情 然后现在的社会应该不会出现 但是现在的社会就是在发生 而且被打压的就是那一群最无辜 最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一些小孩 嗯 好那在这里呢 稍微讲一下故事梗概吧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看过 我也不打算在这里剧透啊 非常精彩的电影 如果你还没看过 赶快赶快去看哈 那这个故事呢 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改编的 那他主要讲述的就是去解救被贩卖的儿童 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故事呢 本身是比较沉重的 但是呢 发生的事实 其实是更加残忍更加残酷 电影呢 为了说让大家就是能够普遍比较接受 已经非常的轻描淡写了啊 所以我就不过多讨论剧情 没看的 赶快去买票 去你附近的影院来支持这部影片 那么这部影片呢 非常非常的棒 在大家的支持下面哈 在第一周上映 就达到了4000万的票房收入 以及8.7的高分的评分 那么其他你看到很多运线的电影 大多数都是全美上映哈 那这一个电影呢 不是说每一个影院都有上映 但是呢 票房如此之高 所以按照比例来讲 真的是当之无愧的票房冠军 但是呢 这个让人非常想不到 而且是惊掉牙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此一部揭露儿童贩卖的电影 大家是如此支持哈 然后大家看到说这个电影出来 大家是这么的欢欣鼓舞的时候 居然会大量的被主流媒体抹黑 太奇怪了 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 我觉得说其实保守派跟左派 他们意见是完全不同的哈 是截然相反的 不管是说性别的方面 或者种种的社会运动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被我理解的 但是我没想到他们邪恶到居然这样一个地步 就是连人口贩卖 我们都没有办法有个common ground 而且我觉得最夸张的是 他们每一次讲到什么堕胎啊 就说什么他们的生命啊怎么样 然后小孩如果自杀的话 他们说法都是一个就算多 只要一个 这种事情完全不应该发生 只要一个就是不OK的 我们就应该做什么 现在人口贩卖成这个样子 然后有这么多的例子 各方面的 我们在美国的这个边境这个地方 一个小孩 OK到了边境给这个边境的这个警察 拿到了之后他们是上面一个tag 就说我是谁谁谁 把我送去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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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送过去了 美国的警察是在帮助这些人口贩卖的 这个样子的东西在新闻上面天天出现 他们觉得OK 他们觉得这都是右派阴谋论 他们觉得这是很平常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在这边打进小关 他们觉得这些小孩都安全的去到了他的姨妈家 去到了他的舅舅家 明明人口贩卖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只不过大家没有深入的 对这方面有这么多的了解 然后也没有很多人提了 如果说你要是在媒体上看或者等等等等 但是这部影片被揭发出来之后 他们居然说这是阴谋论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段CNN播出的新闻片段 一个主播跟一个接受采访的人 他们对这个自由之声这一部电影 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他们可能不可以遇到他们 他们因为他不要在讲找尖 这幻的幻想法 能够感到这种幻想法 比较香港人 是决定的 人的决定 什么 不,他人不遇到 他不是挨择 有很多部位在这个世界中 这些人很温馏 英语和经历 或者这么多人 是 being marketed to either specific QAnon believers or to people who have the same tenets as QAnon but claim they don't know what it is. And The Sound of Freedom does focus on a real issue of sex trafficking. But that theme, it's sort of like that kernel of truth that feeds the QAnon conspiracy theory. Tell us how those two things work together. Sure. And the most durable and the most believable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not entirely false. There's something in them that is true and the rest of it is false. But the believers point to the one true thing and they say, oh, you don't believe that this particular thing is true. Child trafficking, we know trafficking is real. We know it has real victims. No one is denying that. But these films are created out of moral panics. They're created out of bogus statistics. They're created out of fear. And with something like Sound of Freedom, it specifically is looking at QAnon concepts of these child-king rings that are run by the high-level elites and only people like Tim Ballard and only people like Jim Caviezel and by extension, only people like the ticket buyer can help bring these trafficking rings down. So there's a very participatory element. You're not just going to see a movie. You're just killing two hours on a hot day. You are bringing down these pedophile rings and save children. Now, it's not true, but it's a very comforting and it's a very warm feeling to have. 我覺得非常的誇張啦. 而且最主要是這個 大家有看那個Qanon啊 還有這些什麼陰謀論的 就是叫羅斯柴爾 這個人的這個名字 這個家族的 是有多麼惡名昭章 特別是在美國啊 在什麼以色列啊 各方面什麼 以色列就是什么罗斯柴尔家族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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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这个人的访问的名字 就叫做Mike Rothschild 所以刚才这个受访者 他的姓就是罗斯柴尔德 那他刚才呢 在这个影片里面他就讲到 说这个自由之声这部电影啊 包括这个像这个主创 大家如果要是有看过这个基督受难记 对吧耶稣受难记 这个主演呢就是演耶稣的那个人 他说这个人讲的都是Q的阴谋论 而且说这一部影片的受众群体 就是一群相信Q阴谋论的人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声明一下 就是我们不是Q的支持者 我们也不是阴谋论的支持者 但是你会非常清楚看到 这个影片跟阴谋论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部影片它就是纯粹的在讲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像以CNN为首的这些主流媒体 他们就硬要把这部影片 跟阴谋论扯在一起 为啥 因为他们就是不想要让人去看这部影片嘛 他们不想要让所有的这些百姓 哪怕是你知道有很多左派人 他们投票给民主党的人 他们心里也不是石头做的 他们也会觉得说 哎呀儿童贩卖重视就是不对嘛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 不管你是左派右派 大家都应该达成一个共识的事情 就是保护小孩 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事情 但是他不想要让任何人去看这部影片 他要把这个影片 扣上一个阴谋论的帽子 他就说你不要去看他 对吧 你也不要去支持 你看了之后 你就是跟那帮人一样 你看那帮人多傻 你看那帮人多纯 那帮人就没有脑子 对不对 那么那个简单的事情 他们都分不清楚 你看了这个影片 你就是被他们阴谋论洗脑了 你就是跟他们是一样了 所以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把这个影片 扣上一个阴谋论的帽子 对吧 就是你不要去看 你也不要去支持 因为你看了 你也是傻的 其实这样子的手法 我看到过很多国家这样的做过 美国有很著名的那个 the body works 就是算是尸体吧 在那个样子 就展现给别人 看到做出不同的知识 然后你就看到 他们一个science 这个science study 这个一个东西 科学研究 对 然后展现给各式各样的人看 然后里面很多的人 之前就有被报道说 这些很多身体 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就是那些法轮功的人 然后什么疲惫疤了 然后这边摆个什么姿势 然后骑个马 然后各方面的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后现在然后什么 那个中国大陆那个回民 在新疆那个地方的 也是被屠杀 也是被那个 但是所有的人 你去问 所有在中国大陆或是怎样 他们就说没有 他们就说这是西方的阴谋论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是真的的时候 但是他们 整个中国的媒体还是这个样子去打压 那现在美国也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真理部嘛 对吧 就是我们看到 当政府跟媒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你这个自由言论就没有了 你得到真实的信息 这样一个渠道也没有了 那就像他刚才这个人 这个罗斯柴德对吧 他在这个影片里面讲到 他说他特别瞧不起 这些阴谋论的人 说为什么呢 说阴谋论这种东西啊 他其实这个运作模式是这样的 就是他真话里面参着假话 也就是说他阴谋论这个东西 他不仅仅是说 全部都是假话 他是有真话的成分在 而且是掺杂着假话 这样让你分不清是真是假 我很同意他 对这个阴谋论的分析 的确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问题是 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也是这样子 他们承不承认有儿童贩卖 他们承认呢 但是他们说你们这个是假的 他们说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但是你们这个影片是假的 你们这个东西说的是假的 他们这样的做法 他们说我们瞧不起Q啊 对不对 我们瞧不起阴谋论 他们这样的做法 跟那些阴谋论人一点区别都没有 而且他们用的就是 exactly一模一样的手法 只不过是他们用这种方式 去洗脑左拍 然后Q他们用这种方式 去洗脑右拍 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这部影片就是自由之声 现在才开始上映 其实这部影片早就已经拍好了 而且他们被打压也不是他上映之后才开始的事情 其实在他早几年拍完了之后 那个时候就被打压 而且是跟迪士尼有非常大的关系 事实上迪士尼跟Sound of Freedom这个故事呢 是根据Tim Ballard这个亲身经历来的 他的组织Operation Underground Railroad 或是OUR 是一个反人口贩卖的组织 剧本是从2015年开始撰写的 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拍摄 地点在哥伦比亚 还有加州的边境 2018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完成拍摄了 当时出片商是20th Century Fox 20世纪福克斯影业 但是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 就是当时福克斯电影公司出了一件大事 就是开始跟迪士尼谈到这个合并的事情 一直到了2020年正式合并 那迪士尼跟福克斯就一同阻止了这部片子的发行 那为什么会说是刻意阻止呢 为什么不是就是说 这是他们在谈判过程当中啊 所以说还不能发呀 什么什么什么的 原因是因为福克斯影业 从2018年开始还是不断的出新电影 例如像说移动迷宫三 还有Jennifer Lawrence演的那个红阙 Red Sparrow 漫威漫画的死士 Deadpool三 薄西尼亚妄想曲 阿丽塔 X战警 火凤凰 还有阿诺的魔鬼终结者四 这些都是只有一部分而已 是比较有名的 但是还有一堆 但是不管怎么样 福克斯跟迪士尼就是拒绝发行这个 Sound of Freedom 迪士尼彻底拥有发行权了之后呢 更是一直阻止这个影片 这个电影浮出水面 这部片子的导演就一直跟迪士尼上法庭 试图要夺回这个影片的 这个电影的发行权 经过了一番波折之后 好不容易拿回了发行权 导演就找到了 The Chosen 的片商 这个Angel Studio 一个基督徒的电视公司 然后在同年2023年3月就决定发行 但是Angel Studio没有像迪士尼这么大 也没有办法打这么多广告 甚至没有办法办什么大型的活动 一切只靠7000个网民在这个网路上面筹款 就筹到了500万的宣传费用 而且鼓励所有的人在预购这些电影票 就跟我们之前翻译的那个访谈一样 最后这部片子就是在一个无限被打压的情况下 只有500万的广告经费的情况下 在一半以上的电影院都封杀的情况下 创下了美国独立纪念日票房销售的记录 就算是上映了之后呢 还是不断的遭打压 很多电影院 例如像AMC 这个开始大量的退票 说法就是电影院的冷气坏掉了 以下是一位观众被AMC退票 所以我现在已经有点了 没有几个人去看《The Sound of Freedom》 但是我的朋友和我 我们刚刚刚出门 嗨 我们在这里 问一下 您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我们预购的电影院 是我们预购的电影院 我们预购的电影院 他们预购的电影院 这个是AMC电影院 在西方 里面 在中国电影院 some point today the tickets got refunded to my friend and we couldn't figure out why so we come anyways to the theater after dinner and they're like oh well we refunded all the tickets because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in our theaters okay whatever we don't care are you still showing it yeah you can you can still watch it so we get to thinking why did they not send out a notice in the email saying hey we refunded your tickets because there's no air conditioning um and we just are curious why they why why didn't they let us know there was no one in that theater there was us four and four other people eight people in the theater on a friday night there was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lobby there was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hallways there was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bathrooms not the theaters they don't have the bartender or anything in the theater i smell something stinky and i think it's shit 哇这种事也干得出来 yeah就是你都已经买了你骗人家买票然后还有就算是浪费别人的时间吧 也不管浪费别人时间我觉得这种手都很下三烂 嗯就是你你哪怕说你没有冷气我相信大家都愿意坐在那里看 因为我那天去看的时候就是一般电影院都冷冷清清嘛对不对好 大概也没有几个人然后很多人都买那种月票十几块钱就一直在那边看看看看很多都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那天去看真的是座无虚席一个空位都没有连前面的那个vip全部都满 然后我整个电影院就全部没有一个角落是没有人的没有一个空位子哇哦 大家全部做而且在那里就是电影院电影都播了结束了之后大家愿意因为他那个影片到最后有一个special message 就是说电影最后面那个credit就是演员名啊片名啊所有的这些名字一大堆名字跑完了之后 他那里还有个倒计时说多久之后我们在后面还有个特别的信息希望大家留下来看 没几个人走哎就整个那个电影院我出去的大概都不超过五个 大家全部都在等最后的那个特殊信息要看那个然后看完了之后大家还不愿意走 就是我走的时候好几个女的坐后面哭哎 你知道当时那个场景就是你没有办法说就是我我当时都想说我去之前我想说是不是来看都是共和党的人 来看的都是基督徒的人我是不是左派右派 但是其实你到现场去看你会发现有很多也有一些染着鹦鹉头的人就是你看起来这个人好像就像左派一样的那种人也来看 他们看了他们也被感动鹦鹉头 对所以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已经完全抛弃掉说你的政治身份是什么或者你是什么就是大家都是为了这个事情来 你会看到说大家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共同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个地方触碰到了所有人的底线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当时去看就是那些人哭着不愿意离开坐那里他们一直在想然后一直大家都在讲话都在讨论 所以我当时就说这个电影真的是让人思考很多思想很多真的是让这些人愿意附上时间然后附上这样的金钱愿意做案例 他们不是为了去蹭冷气他们也不是为了说我愿意来这里休闲一下吃爆米花 影院同场有很多其他的娱乐性质的电影你都可以去看 但是他们愿意来看一个这样沉重的哪怕他们都知道说我看完了之后我不会开心我也不会快乐我甚至会更加的难过但他们愿意选择来看 那就像这样一个人你好不容易抱着这样的期待或者他在网上看到说这个影片很好你必须要看他抱着这样期待来了 电影院告诉我说我要给你推票因为我们没冷气我相信这就是电影院不愿意开就是电影院不愿意让人看如果你要说我们今天没冷气大家是否愿意看 我相信大家都愿意说我们看 不只是这个样子中部还发生就是看电影看到一半就是电影院把冷气关掉的情况还有停电的情况 就是各式各样平常你看电影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都突然发生 但是就算这个样子这部电影还是在万难之中打破了这个票房记录 打赢了各式各样的主流电影打赢了大型的发行商例如像说Indiana Jones,Indiana琼斯 OK他是Lucas Art是属于迪士尼的Elemento就是Pixart也是迪士尼的 蜘蛛人across the spiderverse漫威也是迪士尼的 但是不仅如此在美国是这样子的情况在国外也被打压 新闻媒体开始散播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不正当的佣兵组织 在国际上面到处犯国际法说是一个恐怖的阴谋论的组织 我们现在知道台湾跟香港都拒绝上瘾 对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Tim他们这个团队在这边有一只警犬 对要送给台湾 对一个被训练过的非常优良的这样的可以好像闻到什么电子设备侦查 这一只狗就说什么这个组织是很坏的CNN都这样子爆了这个也是这样子 那个维基百科上面都写了说他们这个组织是一个不正当的组织 他们送来狗我们不敢要等等等等 那你说有这样的顾虑我也明白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想做个好事多难 想跟随耶稣多难 你牺牲生命去做这样的事情 结果你辛苦花那么多钱培训出来一只狗要白白送给人家 人家都不敢要 对像我们 我希望大家可以捐助我们 我们还有放链接在下面对吧 还有我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 对人家OUR他是把自己的资源给出去 就是目的只是想说政府请你跟我们一起合作 让我们一起来救这些小孩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OUR没有这个能力去解救全世界所有的小孩 但是你的政府你可以去做更好的事情 你可以花这个资源去做更好的事 可以去救这些小孩 请你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 跟我们一起打击犯罪 政府不愿意 政府就说不行啊 对不对 我们怎么敢碰拜登跟CNN说的阴谋论阻止 所以我相信从整个这样一个儿童被贩卖 就是贩卖人口 然后包括美国的边境被打开 包括这样一个电影 我们其实可以从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东西 如果大家又是有看到我们自由之声那三个主创 他们这样的一个翻译影片 如果大家看到 其实你可以发现他们是不同宗派的基督徒 很多时候基督徒在一起说要合一 神也说希望我们合一 我们一起要合一说我们都是基督徒的肢体等等 但是很多时候合一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的 就像大家会为了很多没有必要的事情 去谴责或者是指责对方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电影里面 包括在他们整个production 这样一个合作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不同宗派是可以在真理里面合一的 你像这个颜耶稣这个人 他是罗马天主教 那当然 现在对罗马天主教的抨击非常非常大 然后有很多 关于他跟这个光明慧等等等等 之间这些事情 在网上流传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人他是很爱神的 他是很爱耶稣的 而且他是很愿意这样去奉献的 他是愿意说我宁可演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会去给不了我什么钱 我也拒绝那些可以给我很多钱的 我愿意花很多年参与到这样一个制作里面 因为我顺服神 因为我爱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他这个是罗马天主教徒 对不对里面还有就是基督徒啊 就是新教的基督徒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里面 他们是为了这样一个事情 因为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是新这个也好 新那个也好 就是不管你认为你是哪一种基督徒 他们都可以在神的真理里面合一 他们都知道这些孩子是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可以被贩卖 神的孩子不可以被这样的虐待 不可以被这样的对待 不可以这样被杀死 所以他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合一 而且不光带下一个合一的共识 他们还带下这样一个合一的行动 不管是说跟这些大公司一起打官司 要花多少多少年 不管是说他们啊 就是跑到哥伦比亚 那么乱七八糟的地方 到时候发生强战 全部都是黑帮的地方 他们愿意去那里去拍这样一个电影 然后包括像Tim他本人 他自己有团队 他真的是愿意 我不看世界上的金钱 我就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我就是愿意去拯救这些小孩 他们真的付出行动 在神的真理里面合一的时候 你会看到带下来多么巨大的国效 其实你看他们在影片的访谈里面 他们都说不敢 不敢去拍这样一个影片 原来的时候 谁看呢拍出来 现在的人真的都喜欢娱乐 现在人都喜欢玩好玩的 我讲一个什么孩子被贩卖 哪怕是真的是有这个事 人心都冷漠了 谁愿意去看呢 而且就算你看的话 都觉得说你这个电影播出去 你到底能不能把成本钱收回来 你成本 你或许去那拍 你要冒着这么多 甚至是人命的危险 你一个人死在哥伦米亚 你找谁说理去 死了就是死了 就是这样的 你以为什么国际法跟你打来打去 哪有那种事 死了就是死了 你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去拍这些的电影 都不说别的 就是成本钱能不能收回来 真的会有人愿意到电影院里面去看吗 但是他们 因着他们的祷告 因着他们的顺服 你现在可以看到 带下来多么巨大的国效 这个在美国产生了多么巨大的震动 甚至我们很多观众在下面 跟我们留言说 台湾什么时候上映 对不对 香港什么时候上映 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 我们在网络上可不可以看到 在Netflix上可不可以看到 对这个朋友 如果你还有再订阅Netflix 请推定 就算能看到也不要在Netflix上面看 那我们也有一个非常棒的支持者 他有去跟他们这个电影 这个production去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上字幕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中文的版权拿过来 然后去给大家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能做得到的话 这应该很棒 AI news发行 到时候免费给大家看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你真的爱神 你愿意顺服神 不管你认为你自己是哪一个宗派 或者你认为你接受了哪一个宗派的教导 等等等等 你到最后带下来的合一 的果效是巨大的 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 你能可以想象到这样一个电影 可以打败迪士尼 可以打败那么多的票房巨头的这样一个 他登点冠军吗 这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必须说 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是非常丧气的 他们是不知道要怎么去做 他们是觉得说 世界烂成这个样子 等耶稣来就好了 合一 合一 我们祷告在上 我们祷告上面合一 我们每个月 花个十分钟 所有的牧者聚集起来 一起祷告合一 每个礼拜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大家对于现在的这个情况 是非常非常痛心 非常非常伤心 非常非常无助的 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的攻击是有效的 而且我们合一是有力量的 全美国打败了这么多的电影 在没有金钱宣传下面 这部片子传到了所有的人的耳朵 他放在了所有人的眼前 连中文的都这么多人看到 真的 你想想看 有多么 这样子的果效是多么大的一个效应 就跟那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一样 那时候初代教会传福音 不是说 花个三千万 在这个YouTube上面打给我广告 耶稣十字架 不是这个样子 真的就是靠 一个一个去传 一个一个去讲 一个一个去关怀 就是把福音传给别人 现在这个影片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很方便 我们可以弄个link 然后传过去 所有的牧师传给所有的教会里面的人 然后这里就上好重文字幕了 大家看看 然后就可以这样转一下 对对对 但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我们合一 而且我们有目标的时候 当我们做事情有purpose的时候 有信念的时候 我们的力量是大的 我们是可以改变这个时代的 我们是可以战胜左派的 所以说 我们看到这个运动 我们看到这个影片 在国际上面发光发热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抵制的时候 但是这个影片 这个电影上了头版 让所有的人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文化战争当中的胜利 我们要保持这个样子的胜利 然后以这个样子的胜利 当成是我们未来做任何事情的动力 当我们愿意去宣传 当我们愿意去打 这个为了某一件事情打拼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为了神改变世界的时候 我们的力量是有多大 这个电影上面 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对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要是感觉到非常的灰心 你就说为什么 就是现在的事情变成这样子 我也好想要做一点什么 其实不要灰心 因为你如果一灰心的话 抽敌就进来 他就说你不能做 你什么也不能做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反正耶稣都快回来了 我现在干什么也都不用了 对吧 神写的剧本就这样 就到最后就这样 我就等着 我等着被提就好了 或者等等等等 但其实你看到不是的 虽然是 你处在末世的这样一个阶段 或者是耶稣快回来 他们还在继续做他们的事情 而且他们努力复苏的工作 给我们带来了喜乐 保罗有写到说 你们在患难之中 你们要喜乐 你想在最后灾难的时候 是不是患难之中 或者是你在感觉到 仇敌怎么这么厉害 好像无力还手说 这是不是患难之中 但是保罗说 患难之中要喜乐 患难之中怎么喜乐 患难之中怎么喜乐 对吧 你光想这句话 你会觉得说非常奇怪 就患难之中我怎么喜乐 但是我们现在明明看到 患难之中我们可以喜乐 我们是靠着神给我们的呼召 我们顺服去做工 然后我们做工带来的果效 可以激励到一大片的人 可以给一大片人都带来喜乐 我们现在喜乐 是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的人都明白了 现在发生什么 那下一步 我们当然有下一步的行动 下一步的行动 要更多的祷告 而且祷告了之后 你的脚要出去 一定要顺服 对 不能够说 哎呀我就祷告祷告祷告你的忧心 你还是在祷告 你越祷告越忧心 越祷告越愁 结果祷告祷告祷告 自己反而变得越来越软弱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你祷告了之后 从神领受神给你的呼召 你马上就要出去 你要完全的顺服 你马上你的脚就要出去 神告诉你去做什么 你觉得这个事太大太难了 但是你跟神祷告 你说神你给我力量 我可以做 借着圣灵在我里面 我可以做 而不是说你越祷告越忧心 越祷告越软弱 越祷告越软弱 到最后得到结果说 哎呀主啊你快回来吧 这样的想法就是完全不对 所以一定要刚强 而且你看到现在这么多人 能够联合起来 然后一起在神里面合一 你是应该有非常巨大的喜乐 而且你应该得到非常巨大的安慰 在你的里面 Sign of Freedom是一个大型的例子 我们AI News就是一个小型的例子 多少人不看好我们的这个事工 多少的人就说 这两个年轻人 给你两个月 钱用完了之后 你就去回家吃自己 给你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一直撑到现在 不是说我们赚到大钱 我们其实每个月都还是在 负成长当中 但是我们永远都有足够的钱 继续继续生存下去 然后有这么多的人帮我们 是太多的恩典在这个上面 当你把你自己献给神的时候 当你做的事情是神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这个目标是跟神合一的时候 多少的人会一起进来看到这个样子的异象 多少的人会看到说 哇 现在真的是这样 我要跟你一起去行动 我要跟你一起去做这个样的事情 你的勇气是会传染给其他人的 你的努力 你的付出是会让其他的人更有勇气的 翻转时代最劝缺的是什么 就是勇气 如果那个十二个门徒 他们他们不出去 罗马 好远哦 好热 罗马有西瓜吗 对啊 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 Syria那个地方 那边的人 语言又不通 钱又不那个 我没有那个 还没有准备好 我怎么去传福音 有多少的传道人各方面 是在讲说 等我钱赚够了 等我赚好了 等我怎样怎样怎样 等我飞黄腾达了 我就再去做福音的事工就好了 还有很多人说等我退休了 我再开始信主吧等等等等 就是这一系列 就不要等 真的不要等 不要等 你就是要现在去做 我现在读那个耶利米一样 耶利米一听到 他就去做 一听到他就去做 每一章都是这样子 耶和华跟耶利米说 耶利米就去做 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样子的一个信心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力 当我们领受到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做 我们不要再等 然后不要 因为你每浪费一秒钟 就是神把该做的事情 拿给其他人的时候 就是你 失去跟神一起同工的时候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孩子 是攻击的主要目标 还有人群 我们不光从这个影片里面看到 说这些小孩 被 真是太残忍了 被 被偷走啊 然后被拉走啊 然后他们被性虐待啊 然后他们甚至被杀死啊 等等等等 那不光是这些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文化教育上面啊 不管是从文化教育上面看到 还是肢体的虐待上面 小孩都是主要被攻击的人群 就像我们的频道 报道很多啊 现在这个同性恋的变性人啊 等等等等 包括很多这个mental illness啊 就是心理症 所有所有的 其实现在主要攻击 就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还有小孩 他们从文化的方面去攻击 他们从肢体的虐待上面去攻击 所以 或许你要祷告问神说 神给你的呼召到底是什么 那每个人工作的领域是不一样嘛 神在各个合场他都需要工人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父母 如果说你是一个grandma grandpa 在家教育 这个是你必须现在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要保护好你的小孩 而且在家教育是有非常高的标准 还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你培养出来的孩子 一定要比公立学校里面的好 而且你培养出来的孩子 一定要比他们在公立学校里面的 不管是道德标准也好 或者是健康方面也好 各个方面 他都要比你丢到学校要去好的多 那这个有一个requirement 就是一个条件要求非常重要 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孩子都是看样学样 他们跟LGBQ的老师在一起 学学生上 他就觉得说我也是LGBQ 他如果跟一个只会骂人 只会发脾气的爸爸在一起的话 他就会在精神上面受到虐待 他会在肢体上面受到虐待 但是如果他真的跟一个 蛮有神的同在的 这样一个家庭的氛围里面 有圣灵的同在的 然后有神话语的 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出来的孩子 他是被爱的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他是强壮的 而且他是在mental上面 他也是非常强壮的 这样一个孩子 所以你要培养一个好的孩子 不是你光把他放在家里就OK 你自己要变好 而且你自己要学习 你要成长 不管你整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成员 大家要一起变好 而且要一起祷告唱诗 在家里建立起这样的家庭的祭坛 你们要认罪悔改 你们要一起去读神的话语等等等等 而且要醒出来 在家里就要有这样一个氛围 在这里鼓励大家 如果说你读了好像十年二十年圣经 你还搞不清楚 他跟现在的世界有什么的连结 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圣经的话语 你真的在生命里面活出来 你没有办法用圣经 神的话你去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鼓励你可以去正牧师 正立起牧师的这样的初遥者事工 他们有非常多的课程 你欢迎关注他们的网站也好 然后他最近有一个课程 我就发出来 这个课程已经开始了 但是我相信还是可以接受报名 大家可以去学习 从这个里面 然后每天每天让自己变得更好 这样你的孩子才会变得更好 就跟你在飞机上面的时候 他们每次乱流啊什么 他都会说 那个氧气罩 你先带自己 再带你的小孩 你自己要先活下来 你自己要先怎么 知道怎么样活下来之后 你再去救小孩 然后你的小孩一定要被救 这是你的责任 神之后是会 是为你试问的 如果说你的小孩变成什么样子的话 所以说你一定要 基督徒一定要加强自己 好那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这媒体 真的是不像话 你怎么能够阻来人去看这种影片 然后你把它扣上一个阴谋论的帽子 这实在是太卑鄙了 所以你会看到 这些被黑暗势力控制的媒体 已经在最基本的道德上面 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 小孩被杀害 小孩被贩卖 他们说这是假的 他们现在并不仅仅是说 什么在男女性别 对吧 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可以选男选女 然后在性取向 在宗教上面等等的问题上面 有分歧 连儿童被拐卖 被当成性奴的问题 上面都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 他那个里面还有讲到说 小孩被性奴了 这个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老了 开始得病了 各发病的时候 他们就把那些小孩直接杀掉 然后器官拿出来 开始卖给那些有钱人 他把一个人的人生 一条人命 从出生那一刻 就当成商品 一直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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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一个小孩 毒品你只能一次卖 一天卖一次 对不对 一个小孩 他可以一天卖十几次都没关系 他就是一个 钱一直进来的一个商品 然后之后 他死了之后 老了 把他杀掉 然后继续当商品卖掉 就是没有人喜欢了 他就可以这样去卖 对 这是 这个想法实在是太邪恶了 什么叫做奴役人 什么叫做流无辜人的血 圣经里面讲的 把这个 孩童献祭给巴黎 给那个摩洛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样子的东西 从堕胎就开始 如果说很幸运活下来了 就被弄去弄这个样子的东西 这些人不在乎小孩 不在乎你的孩子 没有人在乎你的孩子 会超过你 所以说 请你一定要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请你真的是要保护你的小孩 请你要为这些孩子发生 为死去的孩子发生 为现在正在被买卖的孩子发生 不要觉得这是阴谋论 媒体就是想要把这些东西都变成阴谋论 就觉得说 就跟我们这 阴谋论就是叫你什么都不做 他们要的就是叫你什么都不做 他们这个才叫做真的阴谋论 所以说各位真的是 付出行动 去跟别人讲 然后当别人开始怀疑说 这就是 那都是阴谋论 那个OUR 那CNN上面都这样说了 你要去纠正他 你去跟他讲说 其实不是的 OUR它上面这个东西什么什么 你去看那个网站各方面 你要跟他们说清楚 你有你的嘴巴 你的话语是有权柄的 你可以改变这个时代 你可以改变你身边的人 所以说 请各位去做这些事 嗯对 那还有我们就看到有个边境问题 其实很多 教会 是支持边境开放的 那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他们的理由就是说 这个非法移民非常非常的可怜 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就是过得不好嘛 所以他们想要来到这个自由之地勇者之家 他们想要来到这里寻求一个好的生活 那你说我们当然要用神的爱对吧 我们要用耶稣的爱来爱他们来接纳他们 所以边境开放是OK的 非法穿越边境是可以的 呃 这一套逻辑非常非常的奇怪 我们要爱他们不错 但是犯法的事情就是不可以 而且我们看到边境非法的开放 并不只是说可怜的人来寻求 相当大一部分的人 就是有更多的孩子被这样正大光明的 放到这里来买卖来虐待来杀害 就是因为现在的边境政策 所以你能说这一整个事情它是正义吗 你能说这个事情是包容吗 你能说这个事情就是爱吗 不是 这不是正义 这也不是爱 因为这样的一个开放的 不仅导致了说美国的边境没有任何的法律 而且造成了更多的人被虐待 被杀死 所以你看到到最后的这样一个结果出来 是如此庞大的一个数字的时候 这不是正义 这也不是爱 现在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就是美国的政府在犯法 当政府开始犯自己的法律的时候 当政府开始为了自己的权限 为了自己的欲望来修改法律的时候 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当的政府了 这个就是他在犯罪了 那教会更不应该鼓励这个样子的事情 没有错 圣经告诉我们说 来往的客人 我们要好好照顾他 我们要爱他们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 我们要show hospitality 但是圣经同时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能违法 这些人违法的话 这些人走线啊 各方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有义务要跟他们讲说 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做 你现在犯罪了 你要认罪悔改 而不是说这样的东西很好 这样东西很棒 越多人来越好 越多人来我们教会 人变得越来越多 不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错误的法律 然后一个无视法律的一个政府 带出来的东西 结出来的果子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自由之身 里面那些边境看到的那个样子 毒品 人口贩卖 然后在那个边境里面上 全部都是妓女 然后呢 杀戮 各方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要的 这个不是我们要结出来的果子 我们要的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首先我们自己就要守法 而且我们不可以推广非法的事情 是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说 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也已经看过了这个影片之后呢 你的感想是什么 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你在里面学习到了什么 那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如果你还没有看这个影片 那当然了我知道 在美国之外的朋友 看不到这个影片 目前为止还非常可惜 希望之后会上映 但是如果你现在在美国本土 你还没有看这个影片 鼓励你赶快去看 真的很好看 而且真的看完之后 会让你有很多的感触 会让你有很多的反省 那如果说你看完了之后 你觉得说 这个 你感觉怎么样 都欢迎在下面跟我们一起 大家来交流嘛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